要想捕获更大的猎物 鸟儿们必须潜得更深 待在水下的时间更长 这是一只卢磁 在水下它像鱼一样 自由自在 卢磁的捕猎技术和它的脚 密切相关 卢磁长有进化完善的铺足 鸭子和企鹅的每只脚 一般长有两片铺 而卢磁长有三片 铺足就像推进器一样 能让卢磁在水下高速穿行 卢磁能下潜到水下45米处 当潜到这种深度时 它会把翅膀收起 紧贴身体以减小阻力 卢磁甚至能捕捉到 鸟藏在水底的大鳞泥铁 大鳞泥铁浑身滑溜溜的 而且强壮有力 很难捕捉 和其他鸟相比 鲁磁的脚位置更靠厚 这是它们在水下速度奇快的另一个原因 猎物扭来扭去 扭来扭去 鲁磁要抓捞它 真是很难 捕猎技巧很重要 但最后坚持不懈的精神 往往才是成败的关键所在 为了潜得更深 如此放弃了羽毛的防水性 因为这样可以减小福利